一宵遇车祸救援,就到自己爸爸 长存为善之念,好心就会有好报 高雄张先生就是个好例子 张先生平日在工厂上班,并在消防队担任一宵 只要需要他,就义不容时前往习处 16年来从不间断 几个多月前他下班途中,听到后方传来车祸声 基于帮助别人的本能,他上前查看帮忙 发现车祸受伤的,竟是自己的爸爸 他庆幸当时没有冷漠离开 才能在第一时间将爸爸送医 动新闻高雄报导